平常我们使用的手机不是LCD屏的,就是OLED屏的。 你了解两者的区别吗? 比较之前,我们先了解下什么是像素。 画面是由屏幕像素组成的。 一个像素就是一个显像点,横向、纵向各若干像素点排列成一块屏幕。 不同像素点呈现不同颜色时,整个屏幕上就出现了图像。 一个像素包含红、绿、蓝三个微小色块。 这个色块可以叫做紫像素。 三个紫像素各自参与显示的量不同,像素呈现出的颜色就不同。 我们可以通过混合红、绿、蓝三个紫像素的颜色比例来得到不同的颜色。 这样每个像素点各司其值显示自己的颜色,最终拼凑出了我们所看到的完整画面。 在这个像素点上,OLED和LCD只是两种不同的发光方式而已。 先了解LCD屏幕结构和发光原理。 LCD主要有七层,最底下的是背光层,然后是垂直偏光片。 正极电路、液晶层、负极电路、水平偏光片、彩色绿光片。 背光层就是发射白光光源的。 白光穿透有颜色的彩色绿光片,就能显示出对应的彩色。 当背光通过第一张竖直偏光片时,只有与偏光片偏正方向相同的部分光能通过。 但由于方向与第二张水平偏光片垂直,所以无法通过屏幕是黑的。 那这样子屏幕不就永远都是黑的了? 所以这个时候液晶层登场了,通过它来调整。 通过第一张偏光片后的偏正光方向,使其能够通过第二张偏光片,并且控制通过不同光线的占比,来混合出我们想要的颜色。 那液晶如何调整角度? 液晶,即液态晶体,它具有独特的光学性质。 光线会沿着液晶的晶体方向传播,所以液晶会扭曲偏正光的方向。 当内部液晶分子的排列发生变化,光线也跟着变化,那如何让液晶分子内部结构发生变化? 只需在液晶层两侧加一对电极板,并通过调整电极板之间的电压,来控制液晶分子排列的扭曲程度。 从而控制通过第二块偏光片的光亮,最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。 相较于LCD来说,OLED就简单很多了。 OLED的全称是有机自发光二极管,和LCD屏幕一样也有红绿蓝三个子像素,但没有液晶层和背光层。 它本身是一种特殊设计的自发光二极管,你给它通电它就亮,通的电越多亮度就越高,通的电越少亮度就越低。 所以直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通电,就能控制每个子像素的颜色配比,最终混合出所有你想要的的颜色。